主席長 鄧叔叔 早期到你歡迎報告 將對今年的經濟行動率 他表示今年的GDP 應該可以調到百分之三點五以上 因為前一季的GDP是六點五一趴 表現後是非常好 另外因為等級企業 今年的消費者無價接受 大概影響到0.24趴 所以以後 今年的CPI應該會超過兩趴 新港地匯應用輸給市場增加 國法會發布四個分經濟的情報 中學破斷分數增加四分 來到35分 是在空二年三個分以來 第一次出現代表經濟專用的紅紅頂 因為主席總署會在30 公佈上新的經濟疫情 對今年的經濟經濟 新的主席長大小主 再去第二立法院表示 今年GDP有機會提升到3.5%以上 但是第一季呈現的結果就是高達6.51 所以如果我們根據這以上的一個條件 其他條件都不動來正調整 大概是會有 就會超過3.5% 不過四月份電價全面起價 面景起的效果是11% 全人電價六月份又開始計算 主席長也說這對經濟成長是負面影響 另外正主席長主席民 過去北京蚵仔麵線一碗20塊 請問說吃米不吃米價 再去台叔主也請問到一樣的問題 你知道台北的蚵仔麵線一碗多少 小碗55元大碗65元 因為我那天去士林夜市才問過而已 不只在夜市吃 你在一般的商店 尤其是西門町你也要去吃 應該大碗不會那麼便宜 理會因為說 國內物價氣的壓力要是存在 很多人對物價氣是很萬貪 像這段台叔主表示 目前物價氣的情形有更好 有當時民眾會感受到物價激素 是因為東西比較吃在買 感受會比較沉 如果沒吃買就會比較沒感覺 關閉以後今年CPI 以前1.85% 電解去台後 會影響幾年CPI 差不多2.4% 初步告別 今年CPI會提供到1.3% 接著 綜合報道